加重結果犯能不能成立共同證犯 在學說上它的論理會有一點差異 這個主要 這個題目沒有附在裡面 主要這個是在針對什麼 像1030司法官的第一題 他其實就是在考這樣的學理的爭議 學說上有什麼樣的見解 實務上的操作都很一致 可是學說上有不太一致的地方 主要的考點 這是我寫在黑板上這個key的部分 第一個 他考點的來源是在於 學說對於加重結果犯的結構 本身有一些差異 本身有一些差異 好像沒有地方畫了 我把它 我把上面擦掉 對於加重結果犯結構的理解 本身有差異 什麼樣的結構差異呢 基本上一般來說我們的加重結果犯 或者結果加重犯 不管怎麼樣 它的要件都是什麼 行為人有一個故意的基本行為 而這個故意的基本行為 它會造成一定的構成要件結果 那這個構成要件結果在這個具體個案當中 因為時間 時間的這個地散 所以呢這個構成要件結果它會 續生 續生就是因為時間的進展而發生成為什麼一個加重結果 基本上在這樣的一個結構之下 第一個在白色的這個部分 基本上就是我們一般在探討 構成要件行為跟法醫現在結果之間的關係 這個沒有問題 可是問題是說這個加重結果 要不要規則給前面的基本行為 就會產生問題 就是紅色的這條線 它可不可以被拉起來 如果可以被拉起來 可以被串起來的話 那行為人的故意的基本行為 它就必須要什麼 對加重結果來負責 那基本上 基本上 這個故意的基本行為 它到底要不要對於加重結果來負責呢 學說上有一些爭執 有一些爭執 主要的爭執在於 第一個 故意的基本行為 依照德派的學說 依照德派的學說 多數說認為 多數說認為 它必須要什麼 故意的基本行為 必須跟加重結果的實現 兩者之間具有所謂的 特殊的危險關聯 或特殊的風險關聯 那又有學者把它稱為 所謂的直接關聯性 這是一種見解 這是一種見解 它覺得 只要 只要這個 故意的基本行為 跟加重結果 具有特殊的危險關聯 或直接關聯性 就可以規則 就可以規則 那什麼叫做特殊的危險關聯 意思是說 這一個基本行為 本身它帶有一定程度的風險 而這個風險必須是 能夠實現 能夠實現加重結果的主要風險 才叫做什麼 兩者具有直接關聯性 例如說 行為人做的這個傷害行為 行為人做的傷害行為 有可能 基本上會導致一個傷害結果沒有問題 可是這個傷害結果 會不會去導致加重結果 這加重結果包含什麼 例如 重傷 或者是死亡 你要去看什麼 在實務上 去判斷所謂的直接關聯性 會去從幾個面向來看 第一個從傷害行為 它傷害的部位 是不是要害部位 來看 如果例如說行為人今天拿球棒 去打人家的小腿 跟打人家的頭部 或者是心臟 這個判斷會有不一樣的情況 如果你是打人家的要害部位 基本上會認為 你傷害他人要害部位 所製造的這個危險 本身除了導致他人身體法醫 受到侵害之外 很有可能讓這個身體法醫 的侵害繼續形成 繼續續生成所謂加重結果 就是重傷 或者是死亡的風險侵害 所以在實務上 會針對要害部位的這個部分 來去判斷 如果是要害部位 那基本上 吳寧會肯定2G7二相的成立 如果不是那就要再看其他了 再看其他例如說什麼 你的行為的手段 你是赤手空拳去揍人家 還是你是拿球棒 你有拿一些什麼 器材 拿一些凶器 來去揍人家 然後把人家打死的這個情況 你的手段 還有你的方法 你的方法 你的方法例如說什麼 你是許多人共同一起去 還是說什麼 你只有一個人 所以人數基本上 也有包含進來 也有包含進來看 所以基本上 實務採的這種說法 它不是一個單一的情況 所以實務會認為 它是用一種綜合判斷的方式 來去看什麼 是不是具有特殊危險觀念 就是這兩個可不可以拉起來 所以特殊危險關聯與否 很抽象的來說就是 這個故意基本行為 它本身所製造的這個風險 有沒有辦法實現加重結果 它可不可以在現實上 轉化成是一個死害結果 從危險變成是一個死害 但是在這樣的說法 其實有點抽象 所以實務上基本上會 從你綜合判斷來去看 那手段、方法、人數 還有例如說你毆打的次數 這些全部都會一起綜合判斷 所以在寫題目的時候 有的時候 每個人的答案會不太一樣 為什麼 因為特殊危險關聯這個部分 它本身操作上有開放性 所以大家 有些人會覺得 打要害部位 通常啦 只要是打要害部位 都會去肯定 但如果打的是非要害部位 那接下來去看說 你的人數、次數 什麼樣的情況 每一個人見解可能略有差異 那這個部分要請大家 就是在操作的時候 你只要把這種 綜合判斷的標準 丟出來 學術上 去判斷這個特殊危險關聯 把它丟出來 那基本上就OK 基本上就OK 好 那另外一種說法 在學術上說法是 直接把這個加重結果 當成是過失 就是 你前面是故意的主行為 你前面是故意的主行為 那 另外一派學者就會 針對這一個 針對這一個 加重結果 它在主觀上有限定要件 所以另外一派 學者 例如林玉雄老師 她在她的教科書上這樣寫 就是說 後階段的加重結果 基本上是一個過失加重結果 而且這個過失是 行為人 她在實行故意 基本行為的時候 她對於加重結果 有主觀預見可能性 例如說像台北大學 許願老師 或者是這個 林玉雄老師 她的課本上都有寫到 相關的概念 你必須具備主觀預見可能性 那這個主觀預見可能性 這一派學者其實也是從德派這邊分支出來的 那她會特別去強調主觀預見可能性的這一塊 但是 在日派學者又有不一樣的見解 日派學者說這邊是過失沒有錯 沒有錯 可是日派學者對於過失的認定 她基本上是採客觀化去認定 她不會什麼 以主觀有沒有預見可能性 因為她覺得這標準太浮動 所以在日派學者 例如說陳子平老師她的教科書當中 她會認為什麼 這個過失必須去客觀化來認定 而這個過失當你用客觀化來認定的時候 就會產生另外一個爭議 就是我們到底承不承認過失共同證犯的問題 因為實務上認為 不承認過失共同證犯的理由在於 過失犯根本就欠缺犯義聯絡 她根本沒有聯絡 你主觀上可能有認識 有認識 可是這些有認識的人 每一個人應該要單獨成立過失犯 因為大家都沒有聯絡 所以你最多最多 每一個人如果都是過失的話 都只會成立所謂的過失同時犯 就是在同一個時間 同一個地點同時犯罪 這個情況叫同時犯 最多就成立同時犯 不會成立共同證犯 因為彼此之間沒有翻譯聯絡 可是問題是說 如果你把過失以客觀化的標準來看的話 其實說真的 說真的 我們之前在講過失犯的審查體系的時候 當你把過失從主觀運驗的可能性 全部轉成客觀化